立委高嘉瑜遭時報案爆發 網友梅品維尼在PTT帶風向企圖洗白 林秉書被揭露本人就是李伯璋 李伯璋二號晚間聲明否認 但馬文玉加碼爆料 他這幾年都靠做網軍生意 他有哪些雇主開過哪些價格 流轉在哪些縣市做過哪些案件 但李伯璋你之前是收人錢財 政治網軍 你這是收人錢財 打女人啊 你這是收人錢財是做打女人的事啊 你還有一點點的良心嗎 馬文玉點名做過的事該負責 李伯璋操作網軍爭議再添一樁 去年十月十二號PTT一名Air Jordan的網友 爆料台南市議員謝財旺 雪甲分局官說交通罰單 還拍桌嗆警 但警方公布畫面根本沒這回事 網友道案公稱帳號借給李伯璋 但他一直沒有到案 台南地檢再發出傳票 我會調查 他的帳號的輸容價 是在國產 我希望說警方可以快速來侵犯這個案件 如果在國產 在我們的幫助 可以借責署位 不只是議員呈攻擊對象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多次在PTT上 被點名一連串爆料黑掛 帳號同樣是Air Jordan 過去也曾經發生所謂的僵民正義 也有人因為這樣清楚 我還是認為說 可能還要大家重視一下社會責任 李伯璋身份曝光 馬文玉直指收錢辦事 擅長在PTT操作帶風向 製造政壇紛擾 是不是不實指控 就等李伯璋向大眾說明真相 三令新聞李正道 魏文軒 台南報導